你视力是视力 像你站在决心上 就譬如看到静体 站在静体上看静色 静色的视力在 你不过就只是知道 像如是而已 你只是知道它像 像是什么像 就是视力 有一个视力的像 但它不是视力 对吧 就好像你画画 你画出那种风势 这种大海的那种气势 那不过就是画上的气势 它不是真有如是气势 将来你要是心中清静时 你看一切过去 沉重的视力都是如此 那你说那为什么 过去心都没办法去体会呢 因为我们是着相众神 你说它的视力 就真以为有如是视力 就长随它流转 但事实上 我们就算是凡夫 你在用到那个视力时 你的决心也不是视力 就好像你在 你在觉得黑的力量很强 你在觉得黑的力量不强 你可以觉得黑强 黑弱 但是事实上 你那天觉 也不是强弱吧 觉强 觉弱的觉 从来不会是强是弱吧 可是你抓着 是强是弱的 这感觉 仿佛才有强弱吧 但是没有这个 从来不是强弱的觉 你哪来那么多强弱的感觉 你抓着强弱的感觉 你就忘记 能够让你知道强弱 感觉的那一念心 也从来超越强弱 要是没有那个超越强弱的 那一念心 你哪里能够感受到 世间感觉的那种琳琅满目 因为它在 是强 是弱 它都能知 它都能变化 你才觉得世间有琳琅满目 才觉得世间生气盎然 你能够觉得盎然处是因为 这一念心 你那念本来的面目 它永远超越一切年 它永远不是哪种念 你永远不能拿哪一个念来衡量它 你才能够在世间上感受盎然 但是我们要是 只会抓着盎然 永远背开于觉 那就是根本凡夫 世间上的圣人 他是能够明白世间的盎然 但是他常注意决心 那还叫做忍者 忍者 道家是完全的感觉 其实就是绝体呈现的 所以他永远就跳出感觉 站在绝体 跳出感觉不是没有感觉 他是更明白感觉 但是他整体是住在真心之中的 这是道家 叫出尘 佛门是真心当前 何妨任其发挥 所以从此再道家此行 这是佛门 因为决心一定要讲到最圆满处 决心一定非一切法 可是呢 到最后要告诉你 真正知道决心一定超越一切法 对 最后才告诉你 决心它能极一切法 你才能够把决心讲完 就好像静子 静子一定超越一切静色 静子一定不是青黄赤白 你懂得静子不是超越一切静色 是将来看到静色 你就不会再被静色的势力所迷惑 你就全体站在静体看静色了 因为你都住在静体上 这么一天就告诉你 那静体当下都是静色 你何必还有一个静体可住呢 全体是静色嘛 你将来知道全体是静色时 你就再也不是过去抓着静色流转的夜里 那个才是中国老祖先讲的真正的入室法门 那叫入室 他才能够入室法门 所以佛门之中后面讲的道家此行 回入娑婆的菩萨道叫入室法门 入室法门 你要是根本心里还没有出室 你不能说入室 因为你还在世间缴绕了 怎么叫入室 入室一定是你从外面进来叫入室 所以你要真的那个出室 就像老庄已经是出室的智慧了 你才能够再去担当世间的变化 那叫入室 那叫入室法 入室 入室法 中文字形作词 中文字幕iven değiş不练 落ți